把她们俩先带一下吧 要不然太快 来 被咬了 哪儿啊 我看看 腿 哦 腿 是吧 来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蓬蓬 知道你来干嘛吗 听说她向我告白 然后都上电视了 这男生喜欢你你知道吗 现在知道了 以前不知道 我看她非常腼腆啊 我们直接让她告白好不好 你有准备吗 没有 没有准备最好了 来 站到圈里 接下来是彭旭的告白时间 彭旭 其实 从第一次 听到你声音 包括 在犬舍 见到你人 那会儿就有点喜欢你了 但是 我一直不知道 该怎么跟你说 尤其是 这一个多月以来 我想跟你打电话 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我希望今天 借这个 机会 站在这个舞台 跟你告白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做我女朋友吗 突然你要跟我告白 其实 我也 挺紧张的 还是上电视了嘛 然后 我都不知道 你喜欢我什么呀 喜欢你好多 因为我生活圈里 你比他们都漂亮 还有就是 我觉得 你特别有爱心 有责任心 就是 你见着 刀疤被狗犯的打 被狗犯的虐待 你把它保护下来 你把它买下来 我觉得 就这个不是 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其实 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当时只不过就是 头脑发热嘛 然后 给它买下来了 其实就是想尝试一下 以前没有养过狗 但是 它 咬我以后 我真的没有办法 再接受它 其他狗也一样 其实 刀疤是对人 心里边 还是有一定防备的 因为它之前 被虐待过了 通过这一个月以来 我每天对它的训练 它也有话要跟你说 我能把它戴上了吗 你相信我 我 我还是不行 我不想 就一次 就这次一次 我保证 有我在 就是它咬着我 它不会咬着你 我宁可让它咬我 行吗 你训练那么张身 能咬你吗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也再给刀疤一次机会 好吗 只有一次 就一次 就一次 那你让它离我远一点 行 行 行 你看 这是刀疤要跟你说的话 你摸它一下 我不想摸它 刀疤 它都不想你 我还有一份礼物 要送给你 刀疤 你干吗 哈 哈 隆梦 咱们俩是因为刀疤相识相遇 也是后来因为刀疤 相知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也能再给刀疤一次机会 做我女朋友 好吗 我不能说 对你一点感觉没有 其实我现在还是 不太能接受高 你能不能为了我放弃他们 听我把话说完行吗 因为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原来由第一只变成四只 由四只变成八只 现在一百多只 我不希望我把他们放弃了 因为你又把他们放弃 他们又成为流浪狗 又成为第二个刀疤 我不希望他们被别人虐待 我对他们有责任 如果我要是把他们放弃了 因为你 那以后我也能 可能会因为别的事把你放弃了 你说对吗 我希望以后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 参加世界比赛 背国争光 我需要你支持 也需要他们支持 好吗 其实刚才听有的老师问这个问题 然后其实我也想再确认一下 那我答应你 到八说刚才新的还不够 那你现在还能接触刀疤吗 我只能说我尽量 来一下 把刀疤叫上来 要不然下台以后 你都在身边 他怕什么呢 坐 坐 多好的一家三口 来 把那个花给我 咬着 狗对主人的忠诚和无限的包容 是我们所有男人 和所有的爱人 值得去学习的 所以一个爱狗之人 一个男人 我相信他多半拥有了狗的忠诚 以及细腻和贴心 所以说 恭喜你捡到了一个宝 所以你们俩好好过 当然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他很多时间会花在狗身上 但没有关系 他训狗 你训他 如此一般便家庭和谐 好吗 祝你们幸福 把花接下来 来 祝你们幸福 是 好好过啊 拜拜到吧 来 往回走 谢谢大家